人生就是不断地等待和希望 欠你了 对你那个打好基础 否则以后遇到机会 遇到名人念无 无法发挥 那后悔说 我以前为什么不努力呢 眼前这封家书 是神十五航天员邓清明 三十多年前写给 正在读中学的弟弟李清华的 从这些励志的话语中 隐约可以透见邓清明 坚持追梦25年间的心态 常态与姿态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于11月29日23时08分 成功发射升空 当天下午 朱新社记者驱车来到邓清明 位于江西省宜黄县东匹镇的老家 位于镇中心的一块显示屏上 滚动播放着邓清明 在日前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与媒体见面会上的感言视频 吸引不少过往相邻 驻足观看 临近傍晚 其妹妹李赛英家中 聚集了不少前来庆贺的亲友 门外以及客厅都贴着 此前邓清明书写的书法作品 沙发背景墙中间 挂着一张他身着航天服的照片 与两家全家覆照 面对镜头 李清华拿出家中珍藏的一打厚厚家书 告诉记者 哥哥离家参军后 一直通过书信 传达对亲人的惦念与关心 这些家书就是当兵以后 当飞行员以后 他给我们写家书 这里面有寄托他对我们的希望关心 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 对我们那种 迁堂 这些家书 沉淀淀的 这就是亲情啊 在李清华记忆中 那时候全家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收到哥哥的来信 说到动静处 他和身旁的李塞英等家人 都湿了眼眶 没有灯下 然后跟爸妈妈念家书 那种感觉 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温馨 特别甜蜜 也不幸福 这些信让我想到我 当时我跟爸妈在一起的时光 我心里面 现在怎么讲 妈妈碰到了 29日晚间 邓清明的家人亲友 一起围坐观看电视直播 飞船成功发射深空后 其家乡上空 多处烟花齐放 我希望他平安 智慎弟弟 希望他圆满完成任务 海巡鹅归以后 我们过年的时候 可以全家人聚在一起 吃个年夜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